大家好 我是向老闆 那我们今天又到这个菜市场吃透透专辑 那我们今天来到松山市场 那这个松山市场呢 本身已经是一个111年的老市场了 当初松山呢 因为这个水运发达的关系呢 在这边形成了一个市集 因此呢有了这个松山市场 所以松山市场目前的这个建筑物呢 本身呢也是百年建筑 是一个历史的古迹 那我们今天来松山市场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来这个百年古迹里面 找呢百年的面店 这是我们今天来松山市场的目标 好不好 那跟着项老闆呢 一起松山市场吃透透 那个我们刚刚已经经过那个百年面店 大家有没有发现百年面店呢 已经消失了 一个跟这个市场一样老的面店 就这样就此消失了 我们没有任何影像记录可以记录它 觉得非常可惜 那这是我拍市场系列呢 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我们希望这些呢 有传统价值的 这些不管是小吃啦 或者是菜市场 都可以有一些影像记录 留给其他人 可以大家可以分享 大家可以看 大家可以理解 这个文化是怎么变更跟成长的 好啦 那我们只好去吃下一家 Let's go 那我们今天呢 第一摊呢 我们来到了这个阿布拉面店 那阿布拉面店呢 有72年的历史 也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面店 虽然我们今天很可惜 那个白年面店呢 已经消失了 但我们很幸运的是 我们还可以吃到 这个72年的面店 很开心这个阿布拉面店呢 二代呢 愿意承接面店 所以呢 我们可以继续吃到这个美味 那我们今天点了什么 我们点了它的 综合羹 它这个是 沙茶系列的这种羹汤 那另外呢 我们当然也点了 它的这个阳春干面 比较一下 我们吃过的这些 五六十年 七八十年的面店呢 到底羊春面味道如何 那一律统一都用干羊春面 我才可以吃出它们酱汁的精华 再来我们还点了 我最爱的猪肥 跟这个三层肉 我们还点了它的一口 也不啰嗦 那我们立刻开吃 不然我怕这个面 又要这个糊掉了 它的这个干羊春面呢 上面基本上是有放一些肉燥 那另外一样 这羊春面上面有 豆芽菜跟韭菜 很标准的这个台式羊春面 它们是用肉燥来做调味 而不是用酱油膏 我刚才吃了第一口之后 我就停不下来 它这个干面呢 肉燥调味完之后 本身它里面还是有一些 这个低酱 那就是应该是猪油啦 跟这个酱油膏 甜的酱油膏之类的 然后上面再撒上卤肉 它卤肉真的非常的香 而且咸香够味 整个搅拌在一起 你吃起来是一个甜甜的 有点甜咸甜咸的干面的口感 它羊春面不是那种咬劲很强的羊春面 建议它上来立刻吃 你千万不要等 就放了一会儿之后呢 它会把汤汁给吸收进去 然后变成面本身是很有味道 但是会稍微软糊一点的那种羊春面 但这种羊春面 吃起来面的味道是非常非常够的 这我觉得是最近吃过的 面店里面的干面 的数一数二 好吃的72年的面店 没有在开玩笑 好接下来喝它的羹汤 它的羹汤我觉得是蛮轻的 它上面放了这个沙茶 然后我点的是综合 所以它有鱼酥 有鱿鱼羹 还有花枝羹 然后还有这个肉羹 就全部都在一碗里面 料真的很满 要加鱼 它这个羹汤是柴鱼汤底 偏甜一点点 就是带一点点甜味的柴鱼汤底 然后再加上这个沙茶的味道 立刻加点醋来吃吃看 如果你比较喜欢吃 更甜一点口感的羹汤的话 你可以加点醋 好来吃它的这个肉羹 它肉羹超大快的 它肉羹是那种鱼姜比较多 然后鱼姜比较实一点 但它里面本身的肉咬劲很够 我猜这个鱼姜本身里面有加一些这个胡椒粉 吃起来嘴巴是有一个胡椒粉跟鱼姜混在一起 那种特有的香味 接下来吃它的花枝 就相比它的鱼羹呢 它花枝羹呢 味道比较清淡一点 但因为它这个汤的味道其实蛮重的 如果你单点花枝羹配它这个汤吃呢 我觉得这个组合也是很好 然后里面可以吃到一点点花枝的肉块 接下来我要吃它生鱿鱼 它这个生鱿鱼中间的鱿鱼肉呢 还保持了那个海的那个咸味 跟那个鱿鱼本身的那个鱿鱼肉的香味 我觉得这个鱿鱼不错 再吃一块 最后吃它一块这个鱼酥羹 很多鱼酥羹呢吃起来就像虾味咸 或者是那种炸过那种虾饼的感觉 但它这个鱼酥羹 就中间就是那种鱼鱼香似的味道是很够的 而且它咬起来呢非常的韧口 料好实在的鱼酥羹 鱼香的那个味道是很够的 好 接下来吃它的小餐 那我最爱吃猪肺 那另外呢 这个是桌上没有的 这是老板他们家自己炒的辣椒酱 哦 辣咸辣咸味道很够 那我们先从这个猪肺开始 因为我最喜欢吃猪肺 还有酱油膏很好吃欸 酱香味跟甜味之外 我猜它里面应该是加一点麻油 所以它有点麻油香 那你知道肺里面会有很多这个小的气管 那气管也要起来那种咔嚼咔嚼的感觉很棒 猪肺本身还保留了那个猪内脏一个特有的香气 我觉得这个猪肺好吃 那再来吃它的三层肉 它三层肉因为带一点软骨 那它猪皮煮得非常Q 猪脂肪的香味跟那个猪肉的甜味 咀嚼久了之后会在嘴巴散发出来 配上一根姜丝 三层肉我要沾一格它的辣酱 但这种台式的辣酱就是 它咸度够 但它会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发酵过的一个香气 然后再配上辣椒本身那个辛辣的感觉 这个辣椒真的蛮辣 再来吃它的鲨鱼盐 完全没有腥味 那个熏的那个味道呢 很香 而且很重 但它这个鲨鱼盐呢 我觉得 我猜啦 是冷冻过的 所以你看这个鲨鱼肉里面 本身啊 会有一个 只要纤维化的感觉 而不是呈现原来鱼肉的那个感觉 它吃起来呢 那个鱼肉还是很嫩 就很像吃豆腐跟冻豆腐之间的那个差异 最后吃它的烫青菜 它有大露梅跟地瓜叶可以选 那我今天选地瓜叶 它们调酱呢 就是酱油膏跟大蒜 所以是蒜香甜味的这个调酱 再配上这个地瓜叶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合的 我们今天第一摊呢 我们就吃到这个75年的这个老面店 在这个百年的古迹呢 吃75年的老面店 我个人真的觉得有一种 回到75年的那种生活的感觉 刚才呢 老板这个看我们吃的这么津津有味 他拿出了他们的鸭香 就是这个竹笋 你们知道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所以要吃到好吃的竹笋非常的难 但他们这个竹笋呢 听说还是从产地直接过来 他待会给我看那个竹笋 其实好小一只哦 过了季节的竹笋 其实比较会 你知道会刮嘴巴 因为纤维变粗了 但是这样味道会变很苦苦的 很甜欸 而且那个竹笋的味道很香 那种清甜的香味很够 而且甜味十足 它纤维吃起来没有当季的那么绵密 但是味道的 清甜的味道呢 却比当季的味道还要重 还不错吃的竹笋 如果在这种时候还要吃竹笋 在这边可以找到 真的很好吃 早上第一摊呢 就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我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准备来吃下一摊 Let's go 我们现在人呢在东发号 东发号呢 是来这个松山菜市场 来这个饶河街夜市呢 都必吃不可一个店 因为它是百年老店 那它在这个福德庙的后面呢 店开的位置非常有趣 它并不是开在马路上 他们只卖三样东西 非常简单 就是这个 萝卜阿米沙 肉跟汤跟这个油饭 那它的入口呢 真的是非常的小 在我小时候呢 来这个附近吃饭的时候 我经过这个东发号 其实很多次 但我没有一次想要进去 因为它入口实在太小 非常的不起眼 然后我们先从它的油饭开始吃起 因为油饭呢 放久了就会变硬 它油饭的颜色是比较淡一点点的那种油饭 就是说不是那种酱油颜色 很重的油饭 香菇的味道很香 然后里面有放虾米啦 这个碎肉末 红葱头 肉末跟这个香菇 那我们直接来开吃咯 它是个麻油味 很重的油饭 不要看它这样 它好像没有淋汁淋醬 但它那个麻油的香味是非常重 然后里面还带一点那个虾米的香气 所以第一口吃下去了 你会仿佛有一种 喝到麻油鸡汤的那种感觉 咬久了之后呢 那个油葱酥的那个香气就开始跑出来了 所以我现在嘴巴里面是 麻油香菇跟那个油葱酥的香气是混在一起的 然后跟它这个淡淡的这个酱油的香味 因为酱油那个咸香味是比较淡一点 所以它这个整个油饭是稍微有点偏甜的那种口感 所以它这个油饭呢 不会蒸煮的太软烂 虽然它还保留这个 糯米本身该有那个咬劲 吃起来是有点那种Q弹的口感 我刚吃的太开心了 我把油饭吃掉很多 然后记得一定要吃它这个 一定要吃它这个油饭的甜辣酱 我个人其实我觉得太甜了 它油饭本身就是走一个有点淡淡偏甜的那种味道 但再加上这个很甜的海山辣酱之后呢 我觉得它嘴巴里面的味道我觉得太甜了 但它这个海山酱里面有个那个豆瓣的香气 我觉得那个豆瓣的香气配上这个油饭是非常好的 那只要它这个酱不要这么甜 我觉得那就太棒了 好 接下来我要喝它的肉跟汤 它的肉跟汤呢 感觉是比较轻的 它们的肉跟呢 是那种鱼浆肉跟 然后是相对比较小块一点 它那鱼浆不是那种很实 就咬下去那种很实的那种鱼浆 它鱼浆更偏就是那种 比较软 比较浮的那种 就它某个程度很像一层粉 裹在它这个肉的外面 里面猪肉的咬劲呢 咬起来就是 你可以吃到那个猪肉 那个猪肉纤维 那个一丝一丝的感觉 的那一种肉块 它的汤底呢 是有那种蔬菜汤的那种口味 然后带一点笋 香味在那个汤头里面 偏甜的口感 我们要评比 但到目前为止呢 我个人心中的这个第一名呢 真的还是这个瑞芳的肉根 好 最后我来吃它的这个面线 它面线是蛮大碗的 有牡蠣 有这个猪肠 那它这个面线的汤头就是感觉是没有什么勾芡 感觉比较是那种清汤面线 很轻 这个汤非常轻 就是煮面线的那个面线本身那个 那个红面线那个味道 那吃它一口面线 它面线本身的味道是 我觉得是比较清淡的 还吃到一根一根面线的感觉 它不是那种糊掉的那种面线 也不是那种很短的面线 就是还可以吃到完整一根一根面线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它面线的味道是蛮清淡的 猪肠 它猪肠的味道不是那种卤的很咸的猪肠 但那个猪肠的那个本身 里面那个油脂那个香味很甜 油脂那个香味跟那个油味相对是很重 那再来我吃它一个蚵仔 它这个蚵仔完全没有腥味 咬下去呢 因为我觉得它外面裹的粉是稍微多一点 没有什么味道的蚵仔 所以它整个大肠面线 走的就是这个红面线 汤头 再加上接近原味的这个大肠 再加上这个牡蠣 但是没有什么味道的蚵仔的这个面线 好我们现在东发号呢 吃完了我们准备来吃下一团 Let's go 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要吃松山市场水饺 那基本上呢这间水饺店也是一个无名水饺店 那它就在松山市场的里面 但呢这水饺店很厉害 它只要一开门外面呢永远都有人在排队要等着吃水饺 我之前看过很多次 但我也没有吃过 那我今天呢第一次吃它就蛮兴奋的 因为它煮水饺的样子非常的专业 那而且它的水饺看起来呢 是皮比较厚实的那种水饺 这种水饺我非常喜欢 二话不说我们现在就开吃 先讲一下 山老板呢 我真的是从小吃水饺长大的 而且我吃的水饺都是我爸妈自己包的 所以我对于吃水饺的认识我非常非常的严格 好不好 是非常的严格 好先吃 而且它重点是它这边水饺 一颗才五块钱 请问你现在台北市 你要去哪边吃到一颗五块钱的水饺 很大一颗哦 皮很厚 它这个水饺呢 是混合了韭菜跟高丽菜馅 所以它两个味道都有 混上它这个鲜猪肉 但它这个水饺皮呢 我觉得煮的不是很透 我吃到最后呢 水饺皮的中间呢 你知道就是有一种硬口硬口那种感觉 再来它这个水饺啊 我觉得它吃起来不是非常的juicy 你看我吃水饺非常严格 再试试看 它这个鲜猪肉的味道 我觉得调味算不错 那那个猪肉的香气呢 跟猪肉本身的这个肉甜味 是有保存下来的 但是呢 它的高丽菜跟韭菜 都是用 就是它不是切碎的 保持了一个比较那种大块的那种感觉 是看得到高丽菜的这个形状 跟就是很小口的那种高丽菜的概念 所以它咬起来 那个会有一个高丽菜脆口的感觉 而且咬下去真的会出现一个高丽菜的甜味 所以吃起来是一个很脆口 然后吃得到高丽菜甜味的水饺 但问题是 如果它今天这个是菜叶的部分的话 那就好 那就还好 但如果是比较粗的那个菜梗 就菜叶中间那个梗 吃起来感觉就会特别硬 但如果你喜欢吃这种新奇口味 脆口感觉的水饺 这个水饺的包法真的是蛮特别 而且真的蛮新奇的 另外我还适合它的酸辣汤 它的酸辣汤看起来是 我们不是加酱油 进去调味的酸辣汤 所以颜色是比较透 比较白一点 勾芡勾的蛮厚的 它里面加的豆腐是那个冻豆腐 不是那种普通的豆腐 这蛮特别的 这酸辣汤我觉得它有酸辣汤的样子 但我喝起来我觉得它不是正宗的酸辣汤 是比较现代新潮一点的酸辣汤 但它基本上它里面用料 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 而且一碗才30块而已 它用了冻豆腐 然后里面有这个肉有笋丝 然后这个蛋花的数量 其实也是蛮多的 我们再喝它的鱼丸汤 那它的鱼丸汤呢 一样两颗30块而已 它的鱼丸是非常的大颗 我们喝喝看汤头如何 它的汤头是那种非常非常清淡的那种猪骨汤 多喝几口之后它有一丝丝那个猪骨 那个甜味会这样慢慢的释放出来 它是一个非常轻的猪骨汤 然后我们来吃吃看它的鱼丸 外带只要改成五个汤吗 外带的 有抱歉 它这馅料稍微有点微辣 就是那个微微的胡椒的那个辣味 它这个鱼丸呢 就是OK啦 就是这软汤才30块而已 好我们现在吃完松山市场的这个水饺店 外面呢 还是很多人在排队 他们要等超过10分钟以上 下一锅的水饺才会出炉 它的水饺的价格呢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很大一颗 一颗才5块钱 所以这个店家还是很佛心来着 好吗 那我准备呢 来吃下一家 Let's go 好我们现在人呢在这个松山市场的冠节小吃 好我们现在人呢在这个松山市场的冠节小吃 你有没有发现我衣服不一样吗 因为我们这个已经换了一天来排 因为之前来的时候呢 它这个店没有开 如果你今天在台北市 你想要一大早 早餐就吃肉碗 其实就来松山市场这个冠节小吃 因为他们呢 从早上8点半就开始卖肉碗 而且他们的肉碗呢 是我那种蛮喜欢的那种 就是那种酥炸过的肉碗 大家去彰化呢 常常都会想要吃这种黄金脆皮肉碗 那另外呢 因为他们家卖的东西真的蛮多元 还有汤包 它汤包看起来蛮金黄透亮的 那一笼呢7个是80块钱 二话不说 我们就开始来吃开 这个味道到底如何 我们先从小笼汤包开始吃起 这个汤包太滑了 汤匙上面都是这个汤汁 好那个再吃一个 他们家的汤包呢 蛮多汁的 它的内馅呢 是那个 应该是高丽菜跟葱 就是鲜肉高丽菜葱的这个内馅 那我必须说它这个内馅呢 味道不是非常的重 就是它不是特别咸 它虽然有加葱 但可是吃起来那个葱香味 我觉得比较不是那么清楚明显啦 那我们蘸一下这个黑醋吃吃看 就内馅跟那个皮的比例 我觉得这个稍微可惜了一点点 好接下来我要吃它这个脆皮肉碗 它这个肉碗呢 都是点了之后它才立刻现炸 所以每一个肉碗呢 都是新鲜现做的 我先从这个没有沾到酱的这块脆皮开始吃吃 我刚夹起来的时候 我已经感受到那个脆皮起咖 那种很脆的感觉 试试看味道 我不知道说你们有没有收到 就很脆 而这个皮呢 炸过之后呢 它其实吃起来特别香 除了有一个脆口的感觉之外 它还有一个那种你知道就是 炸虾饼或是炸米饼的那一种香味出来 那再来是因为它只有表面是炸饼 那里面还是非常软嫩的 所以你这样吃完脆口感之后呢 立刻带来的是一个软滑的口感 很有趣 我来吃一块沾酱 那另外我觉得它这个酱呢 调味我是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咸甜的味道 这个做的很适中 即便刚才炸的酱汁里面 我经历一段时间呢 那个咬起来是很脆口 那它的内馅呢 主要就是这个肉跟这个笋丝 还有酸饭 我们来吃吃看这个肉 口感如何 它的肉就是那种胡椒调味 有点接近就是那个胡椒饼的 里面那个肉块的香味 吃起来是蛮软嫩的 然后再配上这个笋丝 但是我觉得这个口感是很好的 我们来一口 有肉有皮有笋丝的 综合的一大口 那它这个肉呢 一大块吃下去之后呢 那你咀嚼久了 你会觉得它这个肉有一种 就是那个粉粉的感觉 那我想这个可能是它 这个调味的关系 但整体而言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 好吃的这个炸肉丸 而且呢 8点半就开卖 你一大早想吃炸肉丸呢 那就来这个松山市场 市场口 就有一间这个卖炸肉丸的店 那我们准备来吃下一团 Let's go 服装炸肉丸 Q装儿 什么 thanks 看 bizi 他们 我们先来到严加 那我们为什么要来严加糖呢 其实严加糖这个东西蛮好吃的 一个严加糖就是它这个调味的方式 就是它这个加一点严加一点糖 所以神仙天天的味道 另外严加糖的意思是说 这一家子开了这间店 是这个姓妍的 姓妍的嫁到姓妍之后 那两个姓氏呢 加起来进入这个小秦妍 所以我们是严加糖 另外这间店里 它就是我们松山府的东方 同一个赛银 不同的船员开了另外一家店 那既然我们都来的松 我们来的松山市城 我们就来匹配一下两家 这个味道呢 到底有没有差 我们今天先吃过东方号 那我们吃了顺序一模一样 我们先从油饭开始吃 那它的油饭呢 跟这个东方号不一样是 它们已经先把这个酱丁 再拌烧米 看起来 色泽湿的味道 一样是不是说 比较淡的那种点色的油饭 它里面也要有香菇啊 虾米 这个油葱酥的味道很香 它们这个油饭真的很香 香菇的味道 跟麻油的味道 非常的够 所以吃起来呢 菇酒就是吃到那种麻油 一些的那个香气 在咀嚼的时候 我们会咬到那个虾米 它就有那种鲜香的 海鲜的味道都跑出来 另外它们连葱的香味也很香 这种吃到麻油鸡的那种感觉 而且是好吃的麻油鸡的香味 然后再我们吃它的肉跟汤 它们的肉跟汤 它们的肉跟汤 我们特别强 料性的有够强 其实它是很清的 一些它会给它味道味 那它里面已经有加了这个胡椒粉 这个汤应该是完全有点香 但它还是有一点那个 稠稠 非常非常薄的那种 臭臭的感觉 我认为是从这个肉跟 本身的粉 这样煮出来 它有点这个臭臭的感觉 但是这个汤呢 那个菊肉的味道是真的是比较重 整个汤的调味呢 我觉得也是比较有味道性 上来的时候 现在加一点醋在里面 所以汤喝起来 是稍微有点醃 酸甜酸甜的味道 给一个米醋的一个香气感 然后我们吃它的肉跟 外面的鱼浆是包包一层 補住那种 但我觉得这两家都是 很相似的状况 就是外面補鱼浸 吃起来都比较補软一些 感觉没有那种鱼浆 或者是那种粉浆的咬劲 是一个比较软的那种感觉 最后来吃它的面线 那它面线一样的 有鱼浆跟这个猪肠 我先查鱼浆看的地方 鱼浆虽然很小 但它鱼浆吃起来 比较有鱼浆的味道 那东方后也让它吃起来 完全多味道 那不特别 那我们可以吃 一样我觉得它们的汤 是比较 会才是比较好喝的 去面线的那种味道 但整体的它这个汤 都会相信比较好 因为有味道 就是因为面线的味道 我觉得更重一些 而且很多一些香气 后来吃到一个 哇 猪肠的 鱼浆的香气 或是高温的开心 有饱和猪肠的特别的感觉 跟鱼浆的香气都往下 最后来吃它的鱼浆 鱼浆的 鱼浆的鱼浆 我觉得比较味道 它里面还有扎的蒜酥在 好像有扎或很大酸 另外那些鱼浆 一定要试试 看到辣椒 这样 它有种每次坏油的气味 辣椒真的蛮辣 辣椒真的蛮辣 辣椒我们的香气 它经常不会多辣 所以也多了 就更重一点的蒜味 像第二件 来吃它们的面线 比如尿加 一小汤匙辣椒 如果也是比辣辣的 比尿加 整体而言 我觉得这个肉盆 跟面线 然后我都比较推荐 就是甜渣 那 或是有饭的话 所以两家都一样 但是 可是如果一定要吃肉盆 跟面线 也认为 应该都有 其他的地方 可以做顺分 哇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出菜市场 就在一起吃 我们吃了 两间呢 百年的这个饶店 都是卖油饭 六根的面线 然后一个是光芳 还有一个是原家的 那包的油饭 都非常非常好吃 再来呢 我们吃了76年的这个饶面店 对不对 好 饶面店 然后我们吃了大堆 吃它 喝汤 刚不干的 老尾头非常好 最后上面那条肉燥 把它整理在里面大量的加热 那另外一方面 所有的小材料 基本上都是牛肉吃 那接下来呢 我们吃了 環球脆皮的这个炸肉 那那个炸肉 其实真的是很好吃 有口罩的话 其实在这个 松山市场 就能吃到 而且一大早就可以吃到 梦间松山市场 吃到口 那松山市场 在什么 在洗口 在洗口港 在洗口这些地方 不管你来看 十六公里 两百六十七名的廟屋 希望大家能够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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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